这是一个50多年的老院子 是我老公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虽然现在我们都已经住在城里 但是他说这里有他很多的回忆 老公说这里最早是个牛棚 他小时候经常帮家里去放牛 骑着牛满山的转悠 原本经营着一家儿童乐高培训机构的他 因为爱好钓鱼 便在老家附近开了一个垂钓园 现在又要把老院子收拾一下 不得不说 他真是闲不住呀 他经常说 等我们老了就回农村住 然而现在我们还很年轻 这里是一棵枣树 小时候谭儿不听话 就被绑到树上不让吃饭 估计那棵枣树一定也很嫌弃他吧 看着这古老的院子 古老的房子 我竟然一时不知道说啥 你折腾吧 我先歇会儿去 你们说我能相信他吗 相信我 可以的 今天是该造小院的第一检 这些撒草看着不多 老公却足足割了一上午 割完草 老公从荒废的机车找到一辆古董车 来清理擦草 院子里的很多东西都比我们的年龄还大 这独车车不知道你们有谁推过 有没有翻车 老公说他小时候经常用它去打草 我看他推车的样子四平八稳的 不像在说假话 我自己试了水 车子刚扶起来就翻了 所有的杂草 推了八九车才推了 他还说 这种车你不仅会推 还得回了 真是得瑟 清理完杂草的院子 看着舒服了很多 看着他心心满满的样子 让我们一起记得他的作品吧 这是一个五十多年的老院子 这是一个爱折腾的人 一刻也停不下来 他现在又想把老家的院子折腾一发 院子的梨快熟了 你会来小院做客吗 这是一个传统的北方院子 你们见过这样的屋顶吗 粗的是横梁 细的是船子 房间里随便一个柜子 一把椅子 都比我们的年龄还大 这是个年代感十足的厨房 墙上已经被烟熏得 看不到原来的颜色 满墙的黑 都是岁月留下来的痕迹 这间屋子很奇怪 装满了高矮胖瘦各种罐子 老公说高的是来装粮食的 小瓮 矮的一般用来存水或者装米 再小一点的就用来咽咸菜 这间屋子还算比较明亮 老公说把这里打造成客厅吧 旁边的屋子做卧室 墙上还贴满了伟大领袖的画像 农村的厕所都是在院子里的 去看一下 这个饱受风雨的厕所 我都担心它会被一阵风吹倒了 老院子会变成什么样呢 按理认为算是老古董的 就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今天的任务是把两间屋子收拾出来 收拾屋子的过程 看起来还是很枯燥的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 除了脏乱茶还是脏乱茶 既然老公的手没闲着再努力干活 那我的嘴也不能闲着呀 也得卖力和大家聊聊天呀 这两天我们讨论的最多的 就是这两间屋子怎么改造的问题 我喜欢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直接掉顶 把房顶的木梁全部遮起来 但是老公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那样就把老房子原本的特色遮挡住了 另外家里的老人也说 这样的顶不能全封起来 木头和稻草捂着不通气 会加速变成朽木的 不掉顶的话也不太好看 而且所有的电路都已经老化了 裸露在外面 也都需要换掉 现在这个顶已经成了老公的 今天终于对这个五十多岁的木头门下手了 今天的任务是要把这扇门堵上一半 上面把它改成一扇窗户 看他熟练的样子 真以为他是专业瓦工呢 但他却是第一次起墙 连水泥和沙子要用多少都是晚上 投磨研究了教程 正干的热火朝天 物流的一个电话来了 我们订的瓷砖到了 正好沙子不够用了 于是我们放下手里的工作 兴冲冲的借了一辆神车 去了物流站 去的路上有说有笑 在仓库也有专门装车的伙计 根本不需要我们动手 看似很轻松就装完了 往回走的路上 离家越近 老公却越不说话 因为前两年的一次事故 他现在不能干太重的活 三十包子瓷砖 仓库的小伙子 三价五出二的就装完了 我们自己卸货就难多了 还顶着烈日 刚开始搬得还挺快 后来就越来越慢 卸到最后直接瘫坐在地上了 对了 这一趟我们把掉顶的难题也解决了 当当当当 就是这个 你们猜猜是什么 到了小院 先对这个陈旧的暖气下手了 没想到这暖气那么重 在暖气被卸下来的一瞬间 老公的小身板根本控制不住 差点就砸脚上 太可怕了 在晚暖气 老公又拿出了林正英同款墨斗 还有水平仪 他说贴砖之前要先把地面找平 何况这老房子了 用墨斗在墙上绷出一条线 按照这个线去贴就行了 每次跟我介绍的都可轻松了 坐起来才发现 以前根本没用过那些工具 只有是一顿研究才证明白 把准备工作做完 老公也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贴砖之旅 小皮唇一顿翘 各种姿势各种摆 还外加多次反攻 屋子不大 花了两天时间 终于把地面铺好了 两天的晕沙子 活水泥 搬砖 铁砖 不得不感慨 真不容易啊 为什么会让你老公 自己改造老家的院子呢 自己能弄好吗 对于这个问题 我的回答是不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老公是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 以前也没有用过水平一样 这不也学会了吗 我觉得这和他 他从小在农村长大是有关系的 农村里的孩子动手机会也多 只要不是很精密的仪器 他都敢动 有一次 他从山里带回个木头墩子 自己在阳台上捣鼓了半个月 扒皮粗打磨 细打磨 上漆 硬生生把一个老太太 烧柴都嫌麻烦的木头 打造的和艺术品一样 这才有了第一集所说的 一个爱折腾的人 随他去吧 卧室的墙面 我们咨询了很多人 都说没有办法 磨水泥 拼腻子都粘不住 最后这个大难题 不也被他解决了吗 而且整个过程都是他自己弄的 我也就是大把手 帮帮小忙 不过我这个看壳还挺有成就感 老公还说 卧室的顶灯 台灯 落地灯 他都要自己找木头做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最后大家一起欣赏一下他今天的成绩吧 顺便猜猜看 明天我们要做什么 昨天终于把卧室的墙面处理完了 在吊顶前 需要把这极度不安全的线路 重新进行更换 对于我这个万能老公来说 这点事应该不难 你们还记得物理课上学的电路知识吗 线上我们用了平方数较大的电线 其他线路用了较小的 电线也是老公余堂用剩下的 他说这叫物尽其用 不用就浪费了 这点我表示赞同 因为厨房和客厅改造还没开始 所以就先把线布好 位置进行了预留 等到开始改造 再把线接通就可以了 经过半天的奋战 终于把卧室的线路搞定 还安装了开关和插座 老电扇也修好了 我们把好多有特色还能用的老开关都留下来 并没有换成现在的新产品 老公说这样回忆感会更好 最后我们还找电工 从电表上把主线更换掉 这样老线全部撤掉 新线全部启用 解决老房子的吊顶问题吗 今天的任务是安装吊顶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 最近正好也看到一个亲戚家的房子 结构和我们的院子是一样的 他们用的吊顶方式就是因为不通气 顶上的稻草发霉坏掉了 掉下来好多土 这更坚定了我们要换种方式来吊顶 后来老公想起来公司的柯山吊顶 既干净整齐 又可以保持房顶原有的特色 还能保持干燥防止发霉 同时满足了我们所有的要求 化好水平线 固定好边条 瓶装格栅 安装 第一块格栅安装好后 心里还有点担心效果 不过随着最后一块格栅上顶 嘿 效果还不错 这样的顶看起来 既不损失老房子的底蕴 一抬头就能看见记忆里的房顶 同时还不失美观 你们觉得这个吊顶方式 是不是最完美的解决 今天是改造落地窗的一天 因为我们想要把这扇门封起来改为窗户 今天一早 就到邻居家拆下的旧门窗里翻了半天 找到了一块尺寸差不多的窗户 这样我们落地窗上面的一块就搞定了 又可以节省成本了 拿回家改造一下 这扇窗户原本还是毛损结构的呢 因为尺寸有点大 所以不得不裁掉一些 放弃毛损结构 用直角铁固定边角 原来的门框 也就是现在的窗框 还需要再打磨一下 刷漆 按玻璃就可以了 老院子开始改造有小半个月了 闻到有先后 书也有专攻 每项工作都有各自的难度 对于我们这样 连种子选手都算不上的小白来说 真是不容易 相信等到小院完工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倍加珍惜这个院子 窗框试安装一下 正合适 如果你也期待看到一个新的院子 那就点个关注吧 我们会持续更新的 我们会持续更新的 好在铺贴面积大了 就没那么明显 看来该有的程序还是不能轻易省略 我们安慰自己 客人一般不会在卧室细开 改造客厅的时候可不能够拉 这地址的过程 因此为是别的 第一张就很顺利地平整 结果第二张就是 各种偏歪了 脊泡了 从别了 撞苦的人 在心里帮我好几次之后 无意去发现窍纹 接下来的便积 这个又停转就快 知道理由还是常转线 遇到有没关和擦错 拐角时之后 不会出现各种 改造的过程总是漫长的 不是工具不全 就是材料不够 改改停停 再经历了拆除门窗 找材料 砌墙 打磨窗框 刷漆 安装玻璃之后 终于把遗扇门 改成了遗扇落地窗 老公 为什么不把门 全部开下来 换新的呢 省得自己改那么麻烦 自己改造的都有创业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 你能调得出来吗 过两天我要做一个大木雕 放在我们玻璃这里 因为我又对那个上海花的时候 已经已经很迷茫了 我先把它左右开出的方式 放从上下开始 然后我们修设一下边缴 关于缝纫机 可能很多人已经很陌生了吧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家里拥有了自行车 手表 缝纫机 收音机 就被认为过上了小康生活 那也是当时大部分女性 择偶的重要标准 然而作为三专一响之一的缝纫机 现在可能是被遗忘的 最多的大件了吧 你们有谁会用缝纫机吗 作为九十年代的产物 我是完全不会用 我针头往狭窄的缝隙里打胶水 既能把缝隙粘好 又不会把缝纫紧的到处都是 这就是终于锁 大概我老公小时候 看了两回 就跟这个古老的缝纫机 做出来的吧 你们能切到这缝纫机 将被我老公改成什么样吗 下一个 这个缝纫机为家里人服务了几十年 逐渐已经退出了我们的视线 现在家里的生活条件都变好了 也不再需要手工做衣服 缝纫机自然也用不到了 今天我老公就把它搬出来 进行了改造 旧物再利用嘛 经过修修补补 又借着这个缝纫机的盖子 装上了一面镜子 脚踏板不影响使用 就保留了下来 镜子背面打了一些玻璃胶 用胶带暂时固定一下 等镜子固定好了就接下来 把镜面擦干净 一个梳妆台装好了 就红刃机没有拆下来 中间按了一块板 有一点小空间 可以放一些面膜什么的 旁边还有四个小抽屉 新新的老公还给抽屉里面加了一层绒布 可以放一些梳子发圈 视频什么的 你对我给你改造的梳妆台还满意吗 太满意了 爱梳妆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梳妆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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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把它翻新一下 这老柜子看起来还不错呢 还带着镂空雕花 哎 这里怎么有个补丁呢 经过上一次的灰头土脸之后 长经验了 先全副武装一下 再开始打磨 刚开始没一会儿就停下来了 怎么不转了 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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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万能的人 不但会用工具 更得会修工具呀 工具修好了 继续开工 打磨好的柜子 颜色和我们的落地窗还挺搭配 老公说不给他进行太多改造 还是保留原来的特征 就刷上一层青漆 让他看起来变新了就好 秋天到了 当阳光洒进房间 你坐在书桌前 读上一本书 是不是很悠闲 很惬意呢 经过我老公这么一改造 这个经历了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缝缝又三年的柜子 又能再传三代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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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